大家好,我叫邓强,来自于成都涡流创想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担任涡流学院的一个资深导师 那么很高兴跟麦子学院合作 为大家分享我这11年来的一些软件研发和测试的一些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那么先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那么我是04年毕业,到目前为止正好是11年的一个工作经验 这11年基本上我都是在从事跟软件测试相关的一些技术管理以及培训相关的一些经验 09年到15年这6年时间我是担任我要Testing的资深讲师 以及成都区这边的一个负责人 那么04年到09年这5年的时间 我是在苏州担任苏州华冠科技的一个测试经理 从事的都是一些技术相关的管理和技术研发的一些工作 那么在这个11年的时间内呢 也为很多企业提供了相应的一些培训以及软件测试的咨询的服务 那么我比较擅长的呢 主要是在这个大型的企业级软件系统的一些测试设计 还包括呢像自动化测试性能测试可耀性测试 以及呢测试架构啊这样的一些偏技术层面的一些领域 无论是具体去做测试还是去做测试管理 还是说在做这个测试培训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呢都是在不停的去积累这些技术方面的经验 包括特别是咱们去给一些企业提供 企业内训和企业实施以及咨询的时候 每家企业他们遇到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呢其实在这些过程当中 也是积累了很多一些实战的一些经验 所以这11年来呢 其实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呢也积累了很多的案例 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真实的案例 包括呢一些技术层面的一些案例 也希望呢通过麦子学员这个平台 跟大家分享啊这样的一些案例 因为这些案例呢 它都不是说理论当中的一些案例 都是呢我在工作当中实实在在获得的一些 具有价值的一些这个技术经验 这是呢关于我个人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这边呢我为大家准备了两张我个人的照片啊 简单看一看啊 虽然长得挺稠 但是没关系对吧 咱们内心很强大 这是六年前的照片 这边还有一张 这是我的一个婚纱照啊 大家不要见笑就行了 好那么 除了我个人的一些这个工作层面的一些经历以外呢 另外呢我也想借助这个自我介绍的一个机会呢 给大家讲一讲我的一个 这个这十几年来的一个工作的历程 那么从先从大学开始吧 我大学所学习的专业呢是统计学 统计学专业 那么大家可能对于统计学本身啊一点都不陌生 但是呢 其实很多大学并没有统计学这么专业啊 它其实是一个相对不那么热门的一个专业啊 全国来说呢 211工程院校啊 其实也就那么极锁 开设有统计学专业 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对来说 二本三本或者专科类的院校可能都很少啊 专门来研究统计学这个专门的领域的 好 大家会感觉到就很奇怪了啊 我其实一个学统计学专业的一个本科毕业生 为什么呢 在工作的时候居然做的全是跟IT跟软件相关的一些厕所研发的一些工作 这个呢就得从我高中谈起了 应该再再往前走一点 从初中谈起 我在初中的时候呢 就对这个计算机呢 有这个深厚的兴趣 从初中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接触到电脑 但是呢在电视里面看到过啊 电脑的一些介绍 觉得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 所以从初中开始呢 就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 那么在高中填填报志愿的时候 我的所有的学校的第一志愿都是计算机专业 但是很不巧的是呢 我填了这个服从调配任意专业 也服从调配任意学校 所以呢 最后呢 我这个计算机专业呢 差了几分 没有办法啊 得偿所愿 学习到我这个梦寐以求的计算机的专业 而被学校呢调配到了统计学专业去学习 好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啊 打击还是挺大的 但是呢我也转念一下 虽然我学的是统计学专业 而且当然啊 话说回来统计学专业呢 本身也是一门锻炼这个逻辑 锻炼数学能力的一门很好的一个专业啊 这个专业本身也是很不错的 但是呢 由于没有学习的计算机专业 当时呢还是有点这个后悔 也有点呢不愉快 也消沉了一段时间啊 不瞒大家说 但是后来我也想 虽然我为什么不可以两个专业一起修呢 我所学统计学专业没有关系的 我正常学 但是呢我也自己再去学习计算机专业 我自学嘛 或者呢学校里边一些计算机的课程 我也可以去听了 所以就是这样啊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以后 当时大一 那么最终呢决定自学计算机 好 在这个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呢 也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啊 应该说这个自学的过程呢 是非常辛苦的 那么当我毕业的时候呢 我的所有的工作啊 投力的工作 几乎都是跟计算机相关的 那当然了 因为自己这几年自学 所以虽然说学的慢一点自学啊 但是呢对每一个知识点呢 其实消化的是比较深的 而且呢也去积极参加一些 这个大学的一些这个软件程序设计的比赛 包括呢自己也去做了很多的网站的开发 包括一些软件产品的一些开发啊 虽然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商业价值 但是呢其实对我的实战经验的积累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当我毕业以后呢第一份工作 那么就直接去到了这个苏州啊 直接找到一份程序员的工作 那当然这个程序员干了一个月 因为呢又牵涉到需要去回学校毕业打这个设计 毕业答辩所以呢啊就没有再干了 那后边呢再次回到苏州的时候呢就进到了苏州华官科技啊 慢慢的呢从一个工程师成长为一个部门经理啊 大概就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个经历呢我的经历啊 目前来说啊 其实你会看到我跳槽的经历只有一次 整个十一年的过程当中 我其实就跳了一次槽 那么后边呢到今年呢 我啊出来啊自己呢 和朋友一起呢创建了苏州创建 那么创办了这个苏州学院 那这个呢算是其实不是跳槽的经历了 那么所以呢其实我在一家公司都会做的时间很长很长 而且呢一定做到这家公司 我认为能够达到的 我自己能力能够达到一个最高的水平和最高的一个职位 那这是第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呢咱们一定要坚持 那第二点呢 选择了某一个行业 一定要长久的走下去 并且呢保持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兴趣 所以我的工作啊 从最开始 从初中可能就注定了 我这一辈子可能做的都是跟计算机 或者跟计算机软件是相关的一些工作 那么我既然选择了这个领域 或者呢看别人的视频也好 或者去找一个高手 拜师学业也好 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去转变 所以跟我们所学的专业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大家呢也不要觉得 就是说自己学的不是计算机专业 到底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到底自己呢能不能从事软件研发 或者说软件测试这本工作 我认为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事实上呢 我觉得啊 我从最开始选择这个方向 到现在回过头来看呢 其实非常幸运的 因为我从事这个软件的这十几年的时间 正好呢是咱们中国的IT行业 发展速度最快的这一段时间 从2000年这个网络泡沫以后 那么慢慢的大家都是沉下心来 这十几年一直在做事情 虽然说我们的这个软件方面的一些技术呢 没有办法跟美国 甚至一些欧洲或者日本媲美 但是呢 在这十几年当中 因为我们中国量大 而且呢需求多 所以呢 其实整个软件的行业的发展 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呢 极缺软件方面的一些人才 所以这对我们大家来说呢 也是一个机会 就大家呢 只要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无论你是提升自己 还是说以前从事的 不是这个行业想去转行 那都是呢 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其实在任何一个领域啊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 自己感兴趣的这个工作机会 或者说感兴趣的事情 其实都是可以成就一帆天地的 这种呢 例子的话呢 我就不再多讲了 那么其实呢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提升 这是实实在在的 你们现在需要提升 需要去转型 需要在测试领域 或者IT领域有所建筑 对我个人来说 那我的提升又在哪里呢 其实一方面呢 我给大家去讲课啊 去教大家怎么样去做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本身呢 也是教学相长的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其实我做了这么几年 应该说在技术层面来说啊 已经沉淀的很深了 那所以呢 我现在可能需要再去提升的呢 是非技术类的一些经验 那于是呢 我这个在工作11年以后 应该说是10年以后啊 在去年 那么我呢 又进到这个四川大学 去学习这个管理硕士 这也是一种提升 那么只不过呢 我们说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要提升的东西 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虽然我现在呢 在去在去修这个 这个工商管理硕士 但是呢 对我来说 我个人感觉啊 我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技术狂人 还是同样的热衷与技术的研究 这个从我初中开始感兴趣 到现在二十 二十来年的时间啊 二十年的时间 基本上都没什么变化过 所以啊 这次呢 我想告诉大家的一些 关于我个人的一些成长经历 和自己的一些这个工作经历 那么 也希望呢 对大家啊 慢慢进入到这个领域呢 有能够有一些这个 思想上的一些启发 那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啊 咱们在这个 讲解的课 过程当中呢 这些课程难免呢 会有一些知识点 可能还讲的不够完善 没有办法让大家能够 很快速或者说 很清楚的那个理解 因为呢 毕竟我们这种 试评课程呢 还是偏这个被动的学习 你没有办法跟老师啊 完完全全的 这个当面的互动 所以呢 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咱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请大家啊 直接加我QQ15903523 或者说呢 给我发邮件 QQ.com 或者说呢啊 直接发我的 到我的这个公司邮件 活流学院 也是可以的 那么 呃 除了加QQ以外呢 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啊 也是15903523 或者说呢 我的微信号 那么就是说呢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大家有什么问题 还不是特 理解的特别透彻的 那么可以直接联系我啊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写邮件也好 或者加微信也好 都是可以的 也非常的欢迎大家 能够在学习过程当中的 一些疑问呢 啊 像我提出来 这样呢 一方面也可以让我呢 在后边的一些课程当中 能够更好的去 为大家做讲解 去服务大家 另外呢 最终我们毕竟来学习的目的 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学会 能够学好 能够把这些知识呢 学透 然后呢 在我们以后的工作当中 能够实实在在的 给运用起来 好吧 那对于我这个 个人的一个自我介绍呢 就先到这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